Hello 大家好 繼上次迪士尼經典童話之後 今次會講解一下皮克斯系列的抽獲手感 全系列最輕的是玩具總動員4 它上下有少少房洞的空間 四面偏門 差不多輕的款有沉紅環遊機 它上下的房洞空間大 四面只有少少空間 重少少的右賽車總動員 它感覺比較空滿 六面都幾乎搖不動 差不多重的有機器人總動員 不過它上下的空間很大 四面就比較少 海底總動員比它兩個重一點 它上下搖的時候有打盒感 四面幾乎搖不動 和它差不多重的有飛屋環遊機 它上下搖的空間不大 但是就有打盒感 四面幾乎搖不動 超人總動員2比它們更重 它上下空間大 打盒感重 四面同樣幾乎沒有空間 全系列最重之一 是青春變形技 它上下空間大 打盒感重 四面幾乎沒有空間 同樣最重的是怪獸電力公司 它上下空間小 四面沒有空間 前後或者左右會有對定 這次的隱藏款是心靈奇女 它屬於偏輕的款 六面的房洞空間很大 這套的造型全部都設計得很可愛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